当然了我们是通过PYCharm 在这里边 我们把我们的UI Automate 2 连接到我们的手机上 也就是说 我们通过UI Automate 2这个工具呢 连接到我们这个移动设备上面 去获取它的信息 好我们来交代码 我们先来导入包 那么如果你这里边 显示的还是不浪线是吧 你可以点击一下Install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会同步我们虚拟机环境里边的 这个Python包管理环境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把它都同步过来 我们稍等一下 好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已经同步完了是吧 这个时候红色波浪线已经没有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如何来进行一个 我们手机设备的连接呢 这里边有三种连接方式 分别为通过WiFi来进行连接 以及呢通过USB来进行连接 还有一个呢是通过ADB的WiFi 那么有同学问了 ADB的WiFi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之前去连接模拟器的那个方法 也就是说通过TCP跟IP的那种方式 好我们呢 先来通过WiFi的方式来进行连接 那么是不是先要查看我当前手机的一个IP地址啊 那么如何来进行查看呢 我们需要点击设置 在设置这里边呢 点击上面那个WLAN 也就是我们无线WiFi的这个地方是吧 点击后边的这个小感叹号 注意看啊 这里边有个感叹号是吧 好我们点击这个感叹号 点击完感叹号之后 那么它的IP地址是多少呢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里边是有它的一些WiFi的信息的是吧 我当前的IP地址是192.168的1.7 好那么大家记住这个IP地址 那么你的那个IP地址呢 和我这个肯定是不一样 当然了也有可能是一样的是吧 你需要查看之后 才能知道你的IP地址是多少 那么如何来进行连接呢 那么这里边我们导入这个UI Automata 这个包之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 U2.connection 看这里边呢 有这样几种方法 分别为通过ADB的WiFi 通过USB和通过WiFi 好我们呢 先来通过WiFi 那么这里边呢 我们可以添入我们当前的IP地址 192.168的1.7 好我们接下来来打印当前 它获取到的信息 设备信息 D.info 好我们呢 来运行一下 好那么呢 它会启动什么呢 启动我当前手机设备上面的这个ATXAgent 好 它当前启动好了之后呢 会获取我当前手机的这样一些信息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信息是什么样的东西 那么这里边呢 可以看到 它获取到了一些包名 是吧 我们当前是通过哪些工具来进行连接的 一个我们通过无线来进行连接的 是吧 以及我当前手机的一个分辨率 是吧 那么这里边呢 都可以获取得到 并且我当前的一个产品名称 是吧 OPPO R9 也可以在这里边可以看得到 是吧 那么我们当前展示的是什么呢 是通过通过手机WiFi来进行连接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可以通过什么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我们当前一个USB的这样一个信息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里边通过ADB device 能看到我当前设备的这一个序列号啊 好 我们把它复制出来 我们来粘贴这两行代码 那么这里边就不是通过WiFi了 是吧 通过谁呢 Connect通过一个USB 所以说这里边就不能再贴IP地址了 那么这里边要贴什么呢 贴我们刚才获取的那串码 是吧 把它放进来 这个时候我再来运行一下 同样我可以获取到这些信息 那么看一下和刚才的这个获取信息有什么样的不同啊 是不是前面这个包名它不一样啊 也就是我们获取的这个途径是不同的 那么其他信息应该是相同的 好 那么是不是还有一种方法啊 是通过ADB Wi-Fi的方式 好我们再来做一下注释